哈囉大家好我是熊悅 那我們今天呢 要繼續來玩滅鬼劍 好的那我們上一集呢 就是做了我們這一套全新的鎧甲 然後呢 因為我們的褲子沒有耐久嘛 所以說我本來想說 今天來找一下耐久的鳳羅蘇 結果上一集就有觀眾跟我說 我的箱子裡就有一本了 我還沒發現耶 沒辦法那個旁觀者清啊 因為我眼神聚焦的點 跟各位觀眾聚焦的點不會是一樣的 各位知道嗎 可能我目前正在看這本書對不對 然後你們會把視線放在這個地方 所以說各位觀眾可以看到 我沒有看到的東西 是非常合理的事情 來那我們就直接給它附上去 我們就有全新的鎧甲 超強 那我今天呢會想要做我們超猛的刀 上一集也有跟各位觀眾說過啊 我們之前做的英之打刀 它可以變成無名紅玉 然後無名紅玉呢 斬殺出刀199之後 可以做出白虎 或者用另一種材料 這是另一種材料嗎 不知道 可以做出黑虎 等一下它這個差在哪裡啊 為什麼兩把刀的合成表 一模一樣 然後做出不一樣的刀 管它了 反正我們做完就知道了嘛 那我上一集也有問各位觀眾說 翹怎麼做 因為各位看我目前看翹是沒有合成表的 它需要透過另一種方式來做 然後呢我後來才發現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這裡不是有很多主彩嗎 主彩可以做另一種的翹 這樣擺可以做出就是Sakura的翹 這個翹應該是 沒辦法直接合的啦 因為各位可以看到它那個形狀不一樣 不然我們就是直接 照剛剛的合成表來試試看能不能做好了 我覺得應該是不行啊 有沒有 果然不行 而且它那個角度還不一樣 不過算說這把 呃 不過算說這個翹沒有辦法拿來當作合成的材料 可是呢它還是可以 有別種用途喔 比如說我們把翹放在副手 然後就可以做出很帥的事情 就是 把我們的英姿打刀收進翹裡 有沒有 這樣子看起來其實跟我的拔刀劍 一模一樣 也沒有一模一樣就很帥有沒有 而且我們還可以這樣子交叉帶子耶 好帥喔 哇等下各位這種 我這樣子 兩把刀都賣在左手還蠻帥的耶 只是揮刀的話好像還是以存證為主 那如果我們空手的話 好像就是可以把刀抽出來吧 就是抽出我們的英姿打刀 其實這也是蠻不錯的阿 拔刀斬的感覺有沒有 我們來找過來試試看 只是因為它不是拔刀架 所以說各位觀眾感覺起來應該會比較廢一點 阿怎麼現在晚上都沒過來 過來呢 好找到你啦 苦力怕 我卡 我發現拔刀其實不會痛耶 然後這誰 這誰這誰這誰 不要逼我喔 我雖然說 拔刀斬不會痛 我左劍還是很痛的喔 防禦 好 而且我們防禦真的就跟盾牌一樣 你知道嗎 其實蠻強的 在某些情況阿 某些情況下我甚至覺得 英姿打刀會比拔刀劍強 它只是沒有那麼帥而已好不好 只是沒有那麼帥 好啦 總之我現在已經測試完我們英姿打刀的效果了嘛對不對 阿不是英姿打刀 一般的翹的效果了 可是這不是我們要做的 那我們究竟要怎麼做出拔刀劍的翹呢 好像要用到明刀影子燭光 我記得有觀眾說拿影子燭光 把它敲爆還是怎樣吧 它會變成翹的樣子 我們試試看 我們應該帶著影子燭光去那個刷怪塔對不對 那邊比較好讓刀爆掉 那我現在呢就是再做一把影子燭光出來阿 因為我們會需要做黑白虎的話就會需要兩把 所以說這個應該是 蠻重要的阿蠻重要的 好那我們現在的話就 搶往刷怪塔吧 反正這個是我們的必經道路阿 其實我不確定它到底是要 直接砍爆就好還是 會需要刷到一定的斬殺數喔 所以說我們要測試看看 試過才知道嘛 而且其實觀眾的留言我也沒有看得很仔細 因為我覺得這種東西還是自己體驗比較好 嘿沒錯我就是個小表子 觀眾留言看一般那種 好但觀眾我們又來到聖怪塔這邊了 接著我們就想辦法把影子燭光砍爆吧 開爆啦開爆啦好不好 我真不喜歡這裡耶 真的外面還會被打 啊爆掉 他爆了就沒了 我太難過了 哇這樣子很麻煩耶觀眾 我想要做出竅的話 我好要修這把刀不讓他爆掉耶 這樣很恐怖耶 有沒有沒有我扛沒幾刀就快壞了 這也太難了吧 欸真的很難欸 好的各位觀眾我在這邊稍微刷了一段時間喔 我已經打到超多烈焰感 然後呢我兩把刀也都刷到了 100殺了 我真的要在這邊跟各位觀眾說啊 我真的需要超小心超小心 我的刀就爆掉了 然後我在這邊打了半小時有啦 兵這邊的怪也沒有說出很快 然後為什麼現在出那麼多 爆掉了爆掉了有有有真的有 來各位觀眾這個就是我們的翹喔 斬殺數105 我們有了這個就可以直接合成 不是不是這個 欸翹還不能攻擊欸 欸我等下我發現我們的鏽刀也會需要做翹把他放進去欸 這樣子我只做兩把是不是不太夠 哇我的天啊 這把是怎樣啊 好扯的感覺喔 欸這把好扯的感覺喔這把是 什麼鬼 欸這把感覺超難做欸 沒關係我們這個之後再做 我們今天就是先做出我們的兩把狐月刀就好了 這是我們今天的目標 我想 我只是單純好奇狐月刀會有多強而已 因為一堆觀眾都叫我做狐月刀各位知道嗎 真的是幾乎每個觀眾幾乎每個 都叫我做狐月刀 所以說我們今天就是來做給各位觀眾看的啦好不好 英姿打刀 翹 然後藥魂碎片 就可以得出 力刀紅玉 然後就直接給他拿出來 接著我們要幹嘛 他好像需要硬刀欸 就是他會需要附掠奪的樣子 附上掠奪才能夠做出 白狐是不是 是嗎 重點是狐火要怎麼做啊 狐火還是要青金石南瓜燈欸 好麻煩喔 欸真的好麻煩喔 阿道合勒 道合 真的難欸好麻煩喔 欸我只不過想要 我只不過想要做一把刀而已這麼難欸 好啦不管我們再做另一把出來 因為我們總會需要兩把紅玉嘛 直接做啦 欸不是這個 來 然後然後我們就是 因為我們的條件先把條件打成好了 就是他會需要199嘛 然後需要掠奪 總之我們還是先想辦法把我們的 烏迷紅玉變成殺敵199吧 變成了199之後我們再來考慮掠奪的問題啦 而且我覺得 我們如果再翻一下 地下層的話應該也能夠找到基本掠奪的書才對 怎麼辦我本來覺得 嘖 我們玩拔刀劍是不是也會需要釣魚機啊 我覺得附魔術好缺喔 欸等一下說這把刀不會爆掉吧 我還是蠻 我現在是蠻怕這把刀爆掉的 我們先試試看這把刀砍一砍 它會不會爆掉好了 希望不會啦好不好 欸欸欸欸 欸OK他不會爆他不會爆很好 很好非常好你不要給我爆就好 不要再像什麼鷹隻燭光一樣你隨時就會爆掉 那那個我承受不起啦 好的我們現在兩把都 呃 沙迪200了 然後我現在在想我到底要怎麼搞到 掠奪的書 我還是只能探箱子的吧 看看這邊有沒有 我 我沒有找到的附魔術 應該很難啦掠奪我基本上都會拿才對 欸跟我走我找到掉陰頭了欸 不錯不錯不錯 我這個地方還沒有探過喔 因為這邊有毒蜘蛛所以我覺得很麻煩 就這邊這邊就沒有探了 只要這邊其實是會有箱子的喔 只要再出來了 我先把這個挖掉 這個沒有 不過我耐久三還不錯 欸我黏到蜘蛛網了啦放開我喔 希望這邊會有啊 強力 喔有啊有啊等一下 哇 不錯不錯不錯 我就跟你講嘛這邊 應該還是找得到的啦 不用擔心好不好不用擔心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啦就回去吧 回到我們溫暖的家 那這邊的話各位觀眾應該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我剛剛看合成錶不是說掠奪需要兩個嗎 就是做黑白虎都需要掠奪 然後我覺得很奇怪所以說我去查了一下 我發現不是這樣子 我們做白虎會需要掠奪對不對 因為他附魔裡面有一個掠奪 啊可是黑虎不是啊 黑虎的附魔裡面沒有掠奪啊 所以說我後來查了之後才知道 原來黑虎他需要的是 不死 根本就不是掠奪 所以說我只要準備本掠奪就可以了喔 而且我家裡好像也有不死克星的魔術吧 就算沒有的話也有刀口可以敲啦不用怕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 做出黑白虎了吧 一定要可以啦拜託 然後我們把刀放在刀掛台這裡喔 然後就直接給他敲 喔成功了這樣就成功了 各位剛剛有看到他噴出一個栗子效果 那我們現在準備好了兩把刀了之後 最麻煩的來了 那就是啊我們要準備 虎火和刀盒 虎火的話還好做啦 因為他就是主彩南瓜燈 然後光燈稍微找一下應該就有了 比較麻煩的應該會是刀盒啦 因為他會需要糖 然後這是什麼 醬油糖 飯糰還有炸豆腐片 我怎麼會知道這怎麼做喔 誰知道啊 超麻煩耶 到底 到底 好沒關係我們先想辦法做虎火啦 我記得我這附近有看到南瓜的樣子 稍微找一下就 有有找到各位觀眾 在這個偉大的山上 真的是輕鬆就找南瓜 然後我挖兩顆就可以做兩個南瓜燈了 剩下也很簡單啦我們就先不管他 然後我現在就稍微回去想辦法做出 剩下的那個刀盒了 我記得豆腐世界的箱子有機會可以開刀 所以我現在的話再去一趟豆腐世界好了 這應該是我們做出刀盒最快的方式啦 因為那些材料我根本就不知道怎麼做你知道嗎 誰會知道什麼稻盒什麼的要怎麼做啊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就是 找建築吧 或者去村莊裡面的話好像也有機會開刀是不是 總之就看狀況啦看我先找到什麼吧 找到城堡就先去城堡 然後找到村莊的話就 去村莊吧 我找到了 稻盒 就跟你說吧 在找這種箱子是找得到的 只是其實沒有很好找就是了 我已經找到我的那個 食物都吃完了我只好挖這裡的豆腐來吃有沒有 那我們順便都來了嘛我們就打完boss再走吧 希望我不知道打這一boss是幹嘛用的就是 不過我們還是可以打一下啦豆腐戰神啦豆腐戰神 然後我們就結束了 我刀斷了是不是 還是什麼 這什麼東西夜叉元陣是什麼 我打到新的東西耶 有沒有觀眾知道夜叉元陣是幹嘛用的這紅色的質感就很猛耶 好啦那我們現在已經收集了一個 稻盒了喔 那接著我們就 再花點時間吧再找另一個 因為我們總共需要做兩把嘛所以說 我們還是會需要兩個的喔 有夠麻煩 真的 希望我能早日找到啊好不好 早日找到 喔唷唷唷唷 這次有兩個 其實他出稻盒的機率還蠻高的耶 然後還有這些毛豆寶石什麼的 順便哪裏拿走 然後我們再順便打贏boss 這次應該就可以真的回去了 我們終於可以 脫離這一集了有沒有 各位一定不知道我這集錄了多久 從我在那邊刷怪啊什麼的 然後到 找這些我都沒的東西 我這集拍超久的 我們終於可以回去了是不是 然後我這次拿到這個是什麼 急差露台的靈魂 看不懂 怎麼這麼回去不就是了 來我們先做出狐火 16個應該就夠了 然後呢就是照著我們之前的攻勢白 有了 狐月刀白狐 啊 好 辛苦了這麼久我們終於做出來了 我看他SSS的傷害其實沒有很高耶 我發現 好像沒有比村正高 不過有觀眾說強我是 不知道為什麼 哪裡強 那我們做完了之後再做這個 欸 為什麼不能做 喔沒有啦我需要重置一次抱歉 因為我這把是那個 用刀我們斷上去的喔 所以說我們需要 像這樣隨便給他重置一次 這樣應該就可以做了 應該是不死沒錯吧 我沒記錯應該是不死啦 喔有有有過來 狐月刀黑狐 然後我們就可以做出來了 黑白狐都有了 我們這樣子有了黑白狐之後 應該要現在來試刀嗎 還是我們要先丟在地板上看一下 這個看一下他們的長怎樣 其實我覺得跟村正差不多耶 其實 好像沒有差很多 就刀柄的部分不一樣吧 我們的黑狐刀柄和刀鞘都是黑色的 然後白狐的話是 都白色的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應該要雙刀6比較帥吧 畢竟他們是一對的刀的樣子 他們看起來就是一對的刀有沒有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應該來試試看他到底強在哪裡啊 一堆觀眾叫我做 我還不知道他到底強在哪裡耶 總之我們先 平砍這個好了 平砍他 其實好像 沒有比較強啊 我是感覺不到比較強啦 不過我覺得他強的地方在於 欸幹什麼幹什麼 小寶寶欸我捨不得殺你耶 你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我捨不得啊 我真的捨不得啊 我覺得他強的地方在於他幾乎所有的 附魔都有了你知道嗎 就以黑白狐來講他其實已經有 很多東西了 畢竟他有掠奪嘛 有不死有擊退燃燒什麼的 而且他是兩把一起用嘛 所以說 他是還蠻萬用的啦 那他的技能是什麼 次元斬和平圖 好像沒什麼好用的耶 這是次元斬 然後這是平圖 我怎麼覺得我們應該把黑狐放在主手比較好 因為我個人比較喜歡平圖 不喜歡次元斬 我喜歡浪漫途徑啦 啊我不喜歡就是 疊一個奇怪的球球 到底強不強啊 可是萬中真的覺得 黑白狐很強嗎 為什麼我感覺不是算他很強 我不是我是不知道啦總之 就就做出來嘛 當玩當觀賞用也不錯啦好不好 好啦那我們今天這一集就差不多先到這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 掰掰